對 就是因為我去年 就是一場嗎 對 就是一場 因為去年我去上了一個課程 叫做醒覺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你人生當中很多事情 其實你都是在假裝看不見 你明明知道 但是你不斷騙自己 這不是真的 然後那個課程就是 透過一些練習跟遊戲 讓你去發現真正的自己 所渴望 所真正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結果最後你發現是什麼 就是找到劍鴻啊 我覺得如果我沒有去上那個課程 我絕對沒有辦法去接受 有一個人可以跟我一起工作 真的 其實我躲在教室的角落很久 但他發現我 其實發現很多 自己對家庭的信念 對我自己成長的家庭 或是對我的感情觀 或是工作上面態度的東西 可是劍鴻你沒有去上這個課 我就說我什麼時候可以去上這個課 我要問說 他上了這個課 他願意去接受另外一個表演型態 願意再戰江湖 對不對 可是劍鴻你沒有上這個課啊 沒有上這個課 所以你是有經過一個什麼樣的不一樣的 雖然你年紀還輕啦 還連18歲都沒有 我說你有經過一個什麼樣不一樣的思考點嗎 就在這幾年的演藝生涯裡面 有嗎 其實也是一直不斷的思考 但是我覺得學校也是幫了我很大的一個忙 怎麼說 因為我打算 那時候國中一畢業 我就馬上去不猶豫的去讀表演藝術 本來 我也覺得 對 我就直接馬上就是 繼續學表演藝術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 一輩子都跟表演藝術脫離比較好關係 想說之後如果也是可以嘗試 是 戲劇或是跳舞或是其他的東西 其實是 自己可能很喜歡的 然後可以願意去 學習更多東西 所以我也因為 因為自己很投入 所以一直不斷的想要充實自己這樣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你沒有經過 一些不一樣的路徑對不對 你就是還是在一條路上 我覺得應該說 建宏的家庭很幸福 應該就是說他們家人 毫無保留的去支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當然不是說我的家庭沒有支持 只是 這方面他的想法可能就比較單純 沒有顧慮那麼多 就是往前衝一直往前衝 因為他從很年幼就投入這個環境 就像我覺得冰哥對他的教育也很好 就是不會讓他去排斥任何東西 去吸收去吸收 對 我覺得很妙耶 上次訪問你半成年嘛對不對 是 我覺得你比較成熟 其實 可是組成AK之後 我覺得誠意變成熟了 可是反而建宏又變回了一點點 從來感覺又變得又Key起來 因為我那時候 很怪耶 結果又變得比較弟弟耶 發生什麼事情 我那時候半成年那時候 其實心裡還是蠻任性 我那時候 比較叛逆 我覺得反而那時候 想要證明什麼 可能心裡比較不平衡 但是要 又同時自己又要告訴自己說 我應該要認命 所以那時候可能感覺會比較 出專輯有什麼好不平衡 不知道 因為會覺得自己的時光跟 你相同年齡的 因為他很care 同學學校生活 怎麼看 真的嗎 比如說他畢業旅行 他竟然沒參加完成 對 就被帶走了 不完整 我懂我懂我懂 對我那時候的觀念 就一直屬於一個很消 就是比較悲 我甚至還打 說要自殺 說我想要自殺 那種 我那時候其實是 壓力太大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可能 就是藝人跟學生兩個身份的 對我太care我失去的東西 懂不用懂 對所以我那時候 一直都卡在那個 而且我記得那次你壓力真的很大 為了念書 然後我記得你臉上 那時候有好多痘痘 對那時候 又要出片 對 就很慘 對然後現在 已經 現在怎樣 被經紀人不斷的 一直重複的開導 他說什麼 就是你就是要失去 對 他其實也是一直跟我講說 你有得必有失 有得必有失 那你會不會跟他說 我得到什麼 我總是一直在想說 我失去了什麼 我總是在跟他抱怨 對其實有的時候 你只要換個觀點 比如說你不要一昧的去看你失去什麼 而是去 珍惜你所擁有的 那你現在好 那建宏現在 你可以很誠實的說 你覺得你得到什麼 哇我得到了Andy啊 你珍惜你得到 沒有先不要講他 先不要講他是不是 不要那麼客套 對 就是你覺得你 你心中怎麼樣 真的就很 很接受 很樂意 很enjoy去做這些事了 對 同時也是 我覺得也 得到了很多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事情 比如說演唱會 就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這是 你沒有想過嗎 更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唱歌跳舞 就我那時候 我完全不會 你都已經組成過GBOY 我那時候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我會 就是投入表演 還是一直表演被推出去 推出去 因為我從小其實很害羞很自閉 然後我媽都覺得我是不是 啞巴不會講話 好像大家可能真的很想像 很害羞 那時候害羞連女生眼睛沒有辦法對看 你該 喔 這一點我跟健鴻蠻像的 因為我是 我是入行之後我才聽得到我自己的聲音 嗯 入行之前我是不唱歌的 也不表演 也不跳舞的 嗯 所以 就很多的那個 轉折點啊 太棒了 對 可是現在就已經 現在比較輕鬆了 嗯 好我們來聽歌 好耶 現場的什麼歌呢 小小的HELP 剛剛龍哥有說喜歡我們的HELP跟 HELP可以現場嗎 可以就是做比較 比較輕鬆的感覺的 好 就跟專輯當然不一樣 對對對 我們來聽HELP 耶 我常常在房間裡都會聽著 陳毅那個人進進了台的吉他 然後呢 現在應該會告白是不是 不然你就突然想要叫救命嗎 HELP 來囉 白球鞋 紅玫瑰 好像不夠晚點 等待看見 你的美 就像電影情節 嘿嘿 只像這分鐘你還沒出現 會不會是我兩個傻傻的等待著 HELP 你覺得我太心急 你知道我喜歡你 So HELP 別再花時間靠遇 我可以上天下你 只為你的開心 1 2 關心你 1 2 不確信 5 6 只為你 做什麼都可以 1 1 接下來也是 日蓉哥很喜歡的一首歌 叫做 搶頭髮 哇 你們要直接在一起喔 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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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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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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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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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